香港人生活急速 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由2010年开始 社署将精神健康支援服务重整 在全港设立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为精神病康复者 怀疑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 以及照顾者等提供一站式服务 虽然服务是因应社区需要而设立 但往往因为一个原因 难以找到安身之所 这种画就叫做禅邀 很快就会投入在一幅画里 就不会再想着自己很不开心 会哭 Alice原本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妈妈 不过在六年前 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和惊恐症 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发现儿子有学习障碍 那些先生觉得她很厉害 但问题是一旦有课外她读不到 先生就会给她很大压力 那她就开始戒手 又会坎穿头 你就会很紧张很紧张 那种就很容易有病 自己不知道 因为你拍照精神和情绪都放在她那里 很害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 我没理由有这样的病 我实际上第一件事就跟医生说 没理由的 我很开心的 我没理由有抑郁症的 Aless受到的情绪困扰 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 现在全港18区 总共有24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由11个非政府机构营运 不过根据平机会2016年7月的研究报告 自至去年2月 有10间综合社区中心 即是四成 只可以在临时会址运作 他们还未找到永久会址的原因 包括地区领袖支持不足 以及居民对精神病患者全有误解 明爱泉乐轩 现在遭用这座商业大厦的四个单位 用来做办公室和活动室 职员和会员 经常都要在公用走廊穿梭 中心主任黄敏讯说 在商业大厦里面做临时会址 不仅难以令区内的居民 认识他们的服务 在运作上也非常不方便 透过音乐治疗 我们一起唱歌很开心 表达自己的情绪 但是一开心的时候就会大声一点 因为这里有其他的公司 那就要协调一下 就是说不要这么大声 不要这么大声 第二就是他们都要经过楼下的保安 特别有时星期六 星期日的一些活动 这里就有些限制 要预先给他们的名单 给管理署 才能够上来 但是在我们服务的朋友里面 其实私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他们都不是很想 将自己的声明交给管理公司 好玩啊 因为他拿笔和我写无不止 那个拿笔的手法完全不同 他写得了 写得很好 是啊 很开心的 其实有人跟你谈一下 原来不是只是我自己是这样 原来人家都有同样的感受 这样就会开心很多 Alice是传诺轻的会员 他说这里就好像他第二个家 也都希望这个家 尽快找到永久会子 初头来的时候 啊 商业大厦 糟了 人家看到我们 那突然哭 或者你哭眼中 人家会觉得你哭过 人家会看着你 那种感觉你是不好受 但我都觉得这里的人 都算没有用其他眼光看我们 都挺好 但始终不及一间中心 好像一个大家庭 走进去 好像自己的家庭坐下 聊聊天 没有了这种感觉 那个归属感呢 差一点点 在社署的协助下 黄敏讯为传诺轻 密释过不同的地方 石围各村是其中之一 这是屋村里面的一个 刁空了的位置 其实都刁空了几年了 我记得在大陆四年前 我们都试过 和社署谈过 这些地方可以考虑 可否做我们的永久会子 我们都透过政府写一条信 给当时的领会 但只剩下回复是令有用途 不作为福利用途 我想他们有商业的考虑 但是就没有详细解释 给我们听的原因是怎样 现在在重建的 明爱荃湾服务中心 原本也是同属明爱的传乐圈 其中一个可行的选址 不过计划就过不了区议会那关 根据荃湾区议会2010年的文件 当时有区议员 对这个计划有所保留 原因是位置太接近学校 他们建议将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设计在远离民居的地方 有很多居民其实都有一些 误解或者忧虑 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会不会不安全呢 经过咨询之后 觉得不适合放在我们的重建项目 社处回复我们说 除非有充分的理据 例如选址的环境 不适合用作提供服务 否则社处不会因为地区人士反对 而各自兴建一些社会上有 急切需要的福利设施 又说社处已经在 荃湾区的政府重建项目 预留地方 给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使用 不过回复中就没有提及落实的时间表 我们都希望可以在一些社区人士容易到达的地方 能够设立一些会址 其实真的可以帮得到社区里面去认识我们的服务 可以及早去预防 以及及早去帮到有需要的人 香港人的法乐指数其实越来越低了 其实都看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精神健康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不要在我家后援的心态 大宗几时才可以放下 令精神健康服务可以更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